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來聊的主題 其實剛好是前幾天 我們就是你了才知道的影片 那這個影片的部分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大家都在想說 小資月薪27000怎麼存9000 就是說你的儲蓄率要30% 然後大家看開我的表格 就覺得說這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跟你講 我當初就是這樣子過來的啊 我就是這樣哭過來的 為什麼都沒有人要相信我 你們都覺得我在荷蘭怎麼可能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來回顧一下這個影片我講的什麼 然後我那個時候真的可以做到每個月 就是賺27000存三成 存9000塊錢 這是做得到嗎 然後最後我們來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觀眾的feedback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有趣了 因為那個之前 影片上線的時候都沒什麼人在理這件事情 但是呢 現在就是我把這個截圖拿出來 然後大家反而就是 很熱烈的在討論這件事情 我就不太懂說是大家平常都沒有在看嗎 還是怎麼樣 看一下 對就這個影片嘛 對 先把它關掉 好 對 那你可以發現齁 就是說 我看一下喔 這個 喔 這是我們的第一支影片 然後之後我們有一個就是 feedback的部分 所以我要來看的是 我看一下我們最新的那一個 我跑到最新的 應該是我們禮拜三的那支影片喔 那如果你有看過的話當然就是 你就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我也建議你就是來我們的這個 Telegram這邊或者是 我的這個頻道上面其實都會有那個 我把這個連結放上去 然後你們就可以來看一下就這個 好 傳送門這個點進去看 然後你就會知道 對在這裡 好 對 這個就是一個回復的影片啦 對 然後 不用登錄會員你也可以看 對 然後他這邊其實就有講到說 第一個問題是回答我 怎麼找到市場上8%投資報酬率的產品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我到底 是怎麼在台北市過生活的 看一下喔 再往下應該有講到 對 你看我的薪水27000這裡 好 那在台北市的生活開銷 我盡量壓低到這個所謂的9000塊錢這件事情 大家會覺得很誇張嗎 那 我覺得我也可以就是 直接的來跟大家分享喔 因為 說真的我們這種小資組 如果要在台北過生活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所以 其實我在 呃 來台北工作的時候 我就給我自己立下一個很明確的目標 就是說 我要盡可能的省錢 然後 盡快的 達到財富自由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把錢放到市場裡面去 然後找一個最穩健的方式 然後趕快去累積我的資產 所以我那時候做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找0050 然後 就是05 因為那時候沒有辦法買很多 所以就是 那時候好像是50幾塊 現在都已經跑到100多了 好 所以很有趣喔 就是那個時候我身邊有很多朋友問我說 現在這個0050會不會太貴了 那時候是50級的時候 他們覺得說 之前有三四十啊 為什麼要在50的時候買 但是你想想看 現在都已經100多了 那現在還在問的人到底要不要買 我就不知道啦 因為他只會越來越高啊 是不是 好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是很無腦的做法 就是每個月有錢進來 我就趕快想辦法 就是做盤後的這個下單 然後時間到盤後把我撮合 有就賺 有就進去 有就進去這樣子 所以我是把我存的錢很辛苦的 這樣子一直放到市場裡面去 然後把它當作是一個 我自己的 怎麼講 就是我投資的目標 再往那邊走 對那一開始 了不起可能就是三四千 那後來等到我自己能夠 handle的錢已經穩定住 就是家庭我的開銷之後 就是固定每個月九千 至少九千一直出去 這樣子做了八九年之後 我才存到我人生的第一桶金啊 所以那些在質疑我的人 我就不知道說 你們到底是在質疑什麼 就是難道我的錢 是我父母給我的嗎 也不是啊 如果你們理解我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我就是一個人上來台北工作 一個人在台北 就是打拼而已 我也沒有父母的幫忙 我也沒有親友 所以都只能夠靠我自己啊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不想辦法壓定你的生活 那你怎麼可能 能夠存下更多的錢 如果你沒有額外的去 比如說 去找 打工 然後去賺取額外的外快的方式 那你的確是不可能存下更多錢啊 人家都會覺得說 我覺得大家很奇怪 都會去檢討別人 就是說 你怎麼可能可以一個月 就是三千塊過活 你怎麼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可能可以 找到六千塊的房子 六千塊的房子 一定是鬼屋吧 但你看我在這個地方 我還是每個月六千塊水電費全包啊 你們每天來看我影片的人 難道不知道 這個地方就是我每個月月租 六千塊全包的地方嗎 就是這個樣子啊 那你們都已經眼睜睜的看到這個事實了 那還有必要去質疑我嗎 所以我就不懂說 這些網路上的酸民 或者是不認識我的人 到底是憑什麼在這樣子講喔 那我都已經跟你清楚明白的講了 那現在也是這個樣子啊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住在這個地方 我上台北之後 我一直住在這個地方 每個月就是六千塊 全部水電全包就是這樣子 那也是因為我有辦法去找到一個很便宜的居住地點 我才有辦法把我的生活開銷降到最低啊 如果我要去住離公司進你的套房 那我一個月可能九千一萬二跑不掉 那 對是套房沒錯 就是因為亞房的部分 你要跟人家就是共用廁所嘛 但是套房就是一個人 就是自己一個人 一個衛浴嘛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價格一定比較貴 那再來 你可能沒有辦法煮東西 如果你是煮一整層 那人家有附那個廚房 你當然可以有相當程度的 可以節省自己的金錢嘛 那如果你真的要 你要就是方便性 但是你捨棄的就是比較便宜的地方 那你的確每個月你能夠存的錢就少嘛 那你週末的時候你要跟人家喝酒 你要跟朋友出去聚餐 你要唱歌 一次就是五百一千塊噴出去 那怎麼可能會存得了錢呢 所以我當初的確是這樣 十年前剛上台北的時候 的確是沒有朋友也不敢出去 隨便花錢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希望能夠盡快的存到一筆錢 能夠讓我安心立命的過生活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現在的年輕人都沒有這個想法 也不想要犧牲自己任何的金錢 只想要享樂的話 那我覺得的確是很難達到財務自由 因為你連錢都存不下來 那就更不用談 你要怎麼去理財了 所以理了才知道 我覺得這個影片的確是對大家是有幫助的 只要你認真的去看 其實我們的確是有講一些東西 那你真的是可以在裡面去學習到一些簡單的理財知識 我甚至覺得我這一集跟上一集 我們講的內容都還有點太重了 所以會讓很多人覺得反彈 因為你們會覺得說 我已經是過來人 我已經是中產階級了 我已經在賺錢了 所以你根本沒有資格跟我講這些東西 你不夠格 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 我以前過得更辛苦 我更捨不得花錢 所以我才有辦法去積存到一筆錢 然後才有可能在市場上讓他幫我 就是像影片講的第二個分身 第三個分身 讓他們在我睡覺的時候 日日夜夜替我工作 那就是這個樣子啊 那如果大家都還不能夠理解的話 那我真的覺得 也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就是 我沒有辦法溝通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看一下 我真的可以做到每個月38儲蓄率嗎 啊 就真的做到啦 因為你沒有做到的話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 就是成為現在的我呢 我才能夠拿我的投資技巧給你看嘛 所以 一定是這個樣子的啊 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我也不用站在這邊跟你講啦 那第三個就是觀眾的feedback 我們來看看就是 我們 好朋友們 或者是我們的酸民們 大家都講了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把它置頂了 我覺得很有趣喔 來看一下這個 現在的86則留言 對不對 我來看一下 從 所有留言 點開來看喔 他說 吃喝玩樂壓縮在3000 不會營糧不良嗎 我覺得 你看我這樣子 但是 我都覺得我已經是中年男子都已經發胖成這樣子了 你們看 在節目上面看我都看得胖成這樣子 那這叫營養不良嗎 營養不良應該就是真的非常的瘦吧 那我還希望我可以多營養不良一點了 對啊 就不是這樣子啊 然後 然後 你看說 寶大不要誤會 每個人 理財的方式都不一樣 我無法做到三餐只花3000塊 所以只好奇 如果留言不妥 跟寶大說一聲抱歉 其實我也只是 讓大家知道說 如果你想省錢 你真的有辦法 而不是 去質疑別人 然後就覺得說 別人 講了這話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因為我做不到 當然不是這樣子啊 因為流外有人 天 想省錢 一定有方法可以省啊 不是嗎 對啊 那這邊這個 吳惠惠說 好棒的分享 我沒吃書 但會想辦法朝這個方向努力 找到適合自己的節流 知道自己適合自己的方式 謝謝寶大 對啊 然後這邊有講到說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飲食內容 但是飲食足不足 最簡單的判斷就是 蛋白質攝取 是否達到每天的數量 而一個人最基本的 一倍蛋白質 如果懶得計算 就是一餐的分量 都要放在圓盤上面 這個 很多胖子跟泡芙人 熱量足夠 但是營養不一定是足夠 如果3000的話 3000去便利商店一定會很痛苦 3000去全家買自己煮便當 可能沒那麼痛苦 但要斟酌 3000去傳統的市場摸熟 賣菜 買肉哪裡可以煮 可以煮得很健康 所以 就是看自己要怎麼去運用 所以我覺得這個Linpop Linpop他講的倒是蠻有道理的 對 講的還蠻好的 所以他說500張信用卡也太恐怖了 這個一定是沒有在follow我的 不然怎麼可能 會不知道我到底有幾張信用卡 對不對 然後他說 請看看現在的房租還有物價不能比價 我要講的是 我能夠找到方法省錢 那一般一定也是可以的啊 對啊 他就是說你賺錢的方式 絕對不是只有存錢 應該是看到機會有很懂的運用資源 用利滾錢吧 死存錢 應該利息都是1.1%通膨吃光 對啊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 不安藏這個講話也是很 也是非常的 這個 這個非常的刁 但沒關係就是先不要回了 基本上我覺得 呃 有些人的確是為了要去反對我 而出來嗆我 我是希望 大家可以去理性的這些思考 就是說 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到你就要去質疑別人 而不是去檢討自己 有沒有辦法做到呢 所以這個就是一樣的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 呃 我看一下喔 這個 自己煮一天都超過100了 所以這些人 你們 到底是怎麼樣 你們真的沒有辦法去省錢嗎 如果你不能省錢 那就不要省吧 我覺得好奇怪喔 對啊 這個 看一下喔 這邊寫到什麼 劉佳榮說 現在泡麵都超過30了 台北一餐30要哪裡找 拜託提供您的口袋名單 給大家分享感恩 周華安說 說女生吃得多真的是失禮 然後 而且我想說一天200就已經很克難了 中午70 晚餐130 你以為你住在台北就能吃得很豐盛嗎 羅邦你說 只在南部一個月吃3000我也覺得很難 我自己一天吃兩餐一個便當70 怎樣能夠辦法光吃加娛樂就可以3000呢 所以自己煮一天就超過100了 然後 然後周承安就講說作為參考我剛出社會一個月禁領3萬出 房租8500不含電 吃飯6000交通2000一個月存1萬2 我是覺得啦 吃飯至少要吃得銀行蛋白質要吃得夠 賺錢是為了活著身體趕快存再多也沒有用 他這個倒是講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存錢的方式都不一樣 那我的確是壓低我的吃的成本 因為我自己在吃上面我真的沒有非常的要求 那大家當然可以選擇吃吃的比較好一點 那你選擇不要娛樂這都是可以的做法 對啊 對啊 這個周承安說 你說我吃的都罵飯到我了可以請你道歉嗎 我覺得這個人是有病耶 是怎樣 我也沒有特別針對你啊 奇怪 好看一下齁 要節流還不如開圓省吃是最簡單的 看一下齁 這邊有時候會自己跳掉 對啊 吃不健康存在多都沒有意義 所以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小資族沒有辦法開圓 那你就要想辦法從你賺的錢裡面進行節流啊 對不對 好 再來說不要說玩樂 在吃喝在台北有三千真的講幹話最簡單耶 對啊 所以說大概是一個月只玩兩天 所以說吃喝玩樂一天算你兩百 就是兩百乘以三十就是六千 喝一個禮拜喝一次飲料算你兩百 所以你喝你就不要喝飲料啊 這個你可以省啊 對不對 一個禮拜假日看電影價額外算你五百乘以四等於兩千 樂絕對不要陪女朋友萬一 碰到萬中選一的女神 她有體跌只要便宜的買禮物 一個月算你兩千以上就一萬元了 保守的算法 所以每天付一千 而且台北六千這個價格 房東真的佛心 我就說嘛 你能不能夠找到真的便宜的房子 那是你自己的本事啊 那寶可夢可以找到 而且我一住就住六七年 我在台北快十年了 這個屋子住到現在我都還沒有退掉 那就代表說它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萬中選一的好房子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的話 那請你自己多加油好嗎 對啊 這個林佑銘說 一天兩百肯定是我吃太多的超出預算兩倍 那個薰毅王說 薰水低的時候的確只能靠這樣存錢 但這個表格其實挺詭異的 我不信在台北薰水只有兩萬七還要租房的上班族 校清費能給到八千 房租只需要六千 吃飯只需要三千 雖然主持是告訴人 一開始存錢拿第一桶金的重要 但還是開一個實際一點的表格吧 好六千的房子根本是兇宅 吃飯一天不到一百根本營養不良 除非住在家裡 不然這表格有點現實脫節 所以我這次影片要回集的就是這個網友 因為他根本不認識我 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是怎麼過生活的 那我在台北真的找到六千塊水電瓦斯全包的 你要是上輩子有燒香有拜訪 你就可以找到這樣子的房東 你如果找不到的話 你就自己眼睛睜大一點 努力多找吧 那再來如果你真的想省錢 你也不貪求嘴巴的這個口腹之欲 那你的確是可以吃的簡單一點 一定有辦法可以吃的簡單又健康啊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 校清費給到八千 我現在校清費爸爸媽媽兩個人都各一萬 我現在一個月要給家裡面兩萬塊錢 你就八千塊算少嘛 對不對 你的薪水往上提升了 你當然就要回饋給家人更多啊 我不是說八千不夠多 那時候剛出社會能夠回報父母的不多 但是現在 我有能力了 我當然願意給父母多一點錢啊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人一定也是不認識我的 然後只看到這個東西就出來罵 對不對 通常平常都沒有在互動的 對 然後再來 林彥祥總說 寶大提供案例分享 當然日常生活有些開銷跟多少 真的是因而而易 所以養成好的儲蓄習慣 收支管理 才能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但三千真的不容易 對啊 那你總不能夠說別人做到 然後自己做不到 就這樣子講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往下看 李奧鴻說 欸 跑掉了 他說每個月他要存一萬五 一萬五當然很好 如果你的薪水夠高的話 你當然能夠存多一點嘛 那如果你的薪水不多的話 你當然只能夠先從節流開始啦 所以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沒有要教大家開源 因為教大家開源 大家都覺得說 喔 要我寫文章 要我拍影片多難多難多不容易 那我們就先從節流開始講啦 結果節流講一講 也是被一堆人罵 我覺得你們真的很奇怪欸 對啊 真的是 什麼都不能講就對了 我也是最少要存一萬五 如果你的薪水有四萬五 你存一萬五 你有三萬塊可以過生活 那當然很好啊 但是不是每個人 就是可以拿到四五萬的薪水嘛 我到現在我的薪水 還是只有三萬多啊 那你說我要怎麼存錢 這真的很難存啊 對不對 對 約會飯講說寶大太強了 貝爾病說寶大居然是彰化人 少應酬跟外食的確是有可能可以存錢的啊 對啊 如果你的物欲你把它降低一點的話 那你的確是可以做到 但是每個人的選擇都不一樣嘛 如果你選擇要交男女朋友 那你勢必要花時間陪人家 你勢必外出吃飯娛樂 就一定要花錢嘛 或者你們要開房間也要花錢啊 所以這些就是你存不了錢的原因嘛 對不對 那你沒有辦法割捨這些 所謂的外面的物欲跟物質上的生活 那的確是比較困難 除非你願意再花時間去 比如說提升你自己的本質學能 讓你拿到更好的薪水 不然的話 照你們大家這樣的做法 或者是過生活的方式 的確是存不了錢的啊 對不對 王向寧說 戰戰支持寶大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留言很好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引起大家正反兩面的討論這樣子 負力向原子彈呢 小心喔 然後物質欲望的能量 決定荷包的數量 吃喝玩樂3000真的不是難事 自己煮嗎 吃喝玩樂3000 一天100 是一天吃兩餐嗎 當然要75元 加一個三明治吧 沒晚餐了 所以他們根本都沒有在看我的影片嘛 這個影片講的就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自己下廚 如果你自己下廚的話 你的確可以煮得健康 然後又省錢 但如果你真的做不到 你一天到晚都在外面吃的話 的確一個變得要75 一個變得要80 那你當然存不了錢啦 對不對 這個 陳榮輝如果你沒有看清楚的話 那你就請你重新再看一次這支影片好嗎 這個 應該是3000現金加6萬點數消費這樣才夠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聰明的 你們就知道信用卡送你的那些紅利點數 你都可以拿來使用啊 那這些東西不是 更大程度的去節省你的金錢嗎 這個 高士楊說 吃喝玩樂3000我笑了 想知道你每個月的娛樂費 你一餐就沒了吧 向仔內的 張國民說 我能夠體會寶寶科夢說的 以我的月薪3萬努力每個月存1.5萬 房租跟別人合租5000 大約剩下1萬塊就是每個月的開銷總和 剛開始真的很難過 但是後來習慣了 慢慢有儲蓄一筆錢之後 再去規劃其他的投資等等的 隨著你的成長 其實你的收入也會慢慢增加 從大學時代的時候 就是可以再去多打工啊什麼的 目標就是要持續的進行 所以這個張國民他講的其實也蠻正確就是 很多人都覺得現在物價都漲不可否認 那現在的人都很敢花錢啊 吃好用好穿好 一隻手機就是一個月的薪水 然後很多人也是住家裡面存不到錢 所以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都不是我的錯 因為就是我的工作給我的錢太少了 對那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的話 永遠都是怪別人怪政府 怪環境不景氣 那都不用存錢啦對不對 好就是這個樣子啊 就是大家要加油 先不說笑清費 徐少民說 你在台北租住 熱線的房子生活品質真的不好 都要8000左右才差不多正常 你事實上 台北公司有公餐不然3000根本不可能 就是說如果薪水真的不夠多 就別逼自己一定要來台北工作 台北的薪水真的沒有比較多 因為物價也很高 但是你要想看喔 你的機會成本是 你在台北工作 你有可能可以有更好的機遇 那像我如果我在彰化工作的話 一方面媒體工作 你在台中可能也找不到什麼好工作 你一定要在台北求生存 那也因為我在台北的關係 才讓我有機緣開始跟金融產業產生關係 那我現在光是我自己的副業 可能就超過我的本業兩到三倍的薪水入帳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不覺得這也就是一個成功的投資嗎 因為我的努力 然後後來造成我的影響力 那後來成為寶可夢之後 我賺的錢比我的本業還要多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後來事後回來看它就是一個好的投資 所以你也不要覺得說 在台北生活 因為物價高漲你就不要 因為在台北的確是 比其他縣市有更多的機會 你想想看這些金融公司的總部 哪一個不是設立在台北的 如果你不是在台北新北生活 你有可能可以跟他們就是 互動跟往來 所以這個也是大家要特別去注意的 就是在台北生活沒有不好 但是你必須要有所取捨 不然你根本就存不了錢 就是這樣子 吃喝玩樂3000 神人頂等級 三餐都有問題還玩樂 怎麼我軍人都沒存錢 其實都把錢變成喜歡的樣子 難難難 生活費4000 1000就快1000了 正常發揮 超強台北 這個鄧俊天說 我也跟大家努力分享我的訣竅 月薪2萬2 吃喝玩樂2000 孝親費12000 交通費500 每年起U-Bike上下班 住宿3000 這樣一個月可以存4000 好 感謝鄧先生的分享 這個趁單身能存就趕快存 因為有小孩就不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年輕人 如果出社會的話呢 在還沒有交男女朋友之前 你能夠存錢的就盡量多存錢吧 這個 既然沒有治理你這麼唬爛的東西 不要說一個月 你分享一個禮拜三三次的東西 跟花費我就服你 還是你說的是剛出社會30年前 一碗面20塊的時代 鄧俊天說講幹講幹話 鄧俊天說對不起一個月1000不小心放大 所以這些人就從來都沒有跟我互動 但是看了這個天我就跑過來的這些酸民 我也不知道這些酸民是怎樣 就是平常都是都是潛水嗎 不然怎麼會有這麼這麼多 這麼這麼多的人跑過來 那這個是怎樣 這個 這個應該是 廣告 對 好 所以呢 今天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就是 居然也調到了 就是在那個 Night Today那邊的酸民 那也非常歡迎你們成為我的粉絲 因為 這樣子的話呢 我接下來我這邊 每天都會有四五則發文 在我的粉絲頁 那你或多或少大家就會被我洗腦 我覺得這也是好事啦 不過我覺得 用這種方式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說在台北 小資族要怎麼存錢怎麼生活 我覺得這是一種好的互動跟觀摩 大家就是可以 趁著這個 討論串 我現在把它置頂了 大家可以多多的上去互動跟留言 去看看別人都怎麼省錢的 也許你可以從中去找到一些適合自己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只是單純想要去批鬥別人 而且不思改進的話 那你的確是不可能存錢啦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真的不想出錢 那你就想辦法開院 想辦法多接案子 想辦法多提升自己的年薪年收入 那你的確可以維持現在的生活水平 賺更多錢 存更多錢 但如果你賺多少 花多少 那你的確是不可能財務自由的 所以 我是以我自己一個過來人的身份跟大家分享 那 希望你們都有收獲 好不好 那我來最後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我們的總結就是 來看一下 在這裡 寶可夢金句呢 簡單就是 天下無難 是只怕有心人啦 因為 你想要賺錢 你想要財務自由 你想要省錢 都可以 我們台灣是一個非常民主跟自由的社會 你想做什麼事情 只要你不做监犯科 都沒有人會去阻止你 那你想要用什麼方式省錢 你想要用健康的方式省錢 用不健康的方式省錢 都可以 那 你只要 你只要自己 對得了自己 對得起自己 然後 存的錢也是你自己覺得OK的 你要預計在20年30年之後退休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 能夠對得起自己就好了 像我的話 我自己是很希望我自己能夠 越短的時間內達到財務自由 這樣對我來說的話 我可以更認真更專心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會壓縮我早期的生活過得非常的辛苦 盡可能的存下更多的錢 然後放到市場上去投資 那如果你真的也沒有辦法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也沒關係 你把你的投資跟退休生活 拉長到30年 拉長到40年 拉長到50年 然後錢慢慢的放進去 然後等到 比如說70歲80歲你要退休的時候 你已經有一筆 比如說已經有一兩千萬 那你就可以安然的過你的退休生活 那也沒有不好啊 所以我們如果回到比較切實際的講法 開源跟截流哪一個比較重要 早期的我我會覺得截流很重要 因為我能夠省越多錢 我就能夠越早投進市場 但是呢 截流總是有一個極限嘛 你不可能月薪27,000 但是你可以存下25,000 那開源的方式有什麼 之前的被動收入 主動收入都跟你講過了 你可以利用你自己的本業 然後想辦法去接一些 兼職的工作來做 在下班的時候 或者是你去超商做兼職 或者是Fu Panda 當這個美食外送員 都是可以增加來源的 自己收入來源的方式 但如果你自己很懶惰 你也不想要再花自己下班的時間 去做這些事情 那的確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與與熊長不可兼得嘛 你如果想要下班放鬆 想要休息 那的確就不可能賺錢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個使命 想要及早退休 那你的確是會願意去犧牲你的下班時間 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讓你自己提升自己的收入 反正就是簡單的心得跟大家聊聊 希望大家都會有所收穫 如果你覺得這一集的內容 對你來說很有幫助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按個讚 然後公開的分享給你身邊的情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如何省錢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做法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